韓國瑜是大會主席 他是中華民國政權的代表 他最高名義 立法院院長 他其實位置不是留給柯文哲 而是留給柯主席 因為第三大黨本來就是政黨 在這種國慶大典上面 是很顯著的位置 他現在是比以前的 沒落的宋楚瑜的親民黨都強多了 宋楚瑜的位置都還不壞 蔡英文當總統的時候 他當然更大嘛 他的影響力更大嘛 所以留位置我覺得是非常正常的 第一個 這是規矩 我再講用意 其實韓國瑜當然立法院長以後 就是一直往中間走 就是維持這種立法院長的高度 跟格局 所以他這樣做的話 會擴大他的格局 那你的意思是說 是叫黃國昌去做嗎 還是叫黃國昌去做 他當然是被關著嘛 被羈押嘛 控制那邊也是尊重啦 至少我留顯著的位置給你的 國內就簡單講 對第三 對民眾黨的尊重 第三大黨的尊重 也尊重那個政治現實 三百六十九萬票 也曾經開過這種票 對 應該韓國瑜是大會主席 他是中華民國政權的代表 他最高名義嘛 立法院院長 他其實位置不是留給柯文哲 而是留給柯主席 因為第三大黨本來就是政黨 在這種國慶大典上面 是很顯著的位置 他現在是比以前的 沒落的宋楚瑜的親民黨 都強多了 宋楚瑜的位置都還不壞 蔡英文當總統的時候 他當然更大嘛 他的影響力更大嘛 所以留位子 我覺得是非常正常的 第一個 這是規矩 我再講用意 其實韓國瑜 當然立法院長以後 就是一直往中間走 就是維持這種立法院長的高度 跟格局 所以他這樣做的話 會擴大他的格局 除了說按照規矩 跟擴大他自己的格局 所以其實就沒有像民眾黨 他們自己解讀是一個溫暖的善意 那當然也是溫暖善意 可是也在規矩之內 你看韓國瑜主持的朝野協商什麼 都往中間走 他以前是黃富鮮嘛 申嵐出身 現在在轉型中我覺得 那再來就是說 因為畢竟那個位置是空在那邊 那你雖然說是規矩 但是空在那邊 會不會其實 會不會給外界有一些解讀 就對民眾黨來說 那你的意思是說 是叫黃國昌去做嗎 還是叫黃國昌去做 不會啦 就是對 他當然是被關著嘛 被羈押嘛 空在那邊也是也是尊重啦 至少我留顯著的位置給你的 國內就簡單講 對第三對民眾黨的尊重 第三大黨的尊重 也尊重那個政治現實 三百六十九萬票 也曾經開過這種票 對 因為柯文哲 他目前涉嫌有兩種貪污的手法 一種就是把貪污的款項 藏在政治現金裡面 像是 有部分認罪說呢 有七個未經濟傳相關的這個人 就是每個人捐 給民眾黨三十萬 兩百一十萬這個部分嘛 那第二個呢 就是柯文哲他也涉嫌說 是不是在海外 有海外的這些資產跟賬戶 去規避呢 這個貪污相關的一些調查 那現在舉止 他現在兩邊都有一些 涉案或是知情的一些狀況 因為傳出說 他有在海外幫柯文哲 有叫他說要把錢 保管好 而且有所謂的這個四百萬元 陸續帶到日本去 那另一個呢 就是我昨天有特別去研究了 這個許子瑜他的政治獻金 發現了有趣的點是說呢 在2022年的時候的話呢 他8月3號的時候 捐了三十萬元 給台灣民眾黨 那不只是他在當天有捐 同一天當中的話呢 也發生了 他媽媽也捐了三十萬 他阿嬤也捐了三十萬 所以祖孫三人總共捐了九十萬 在2022年8月3號 但有意思的點是說 在7月22號 就大概十天前左右 台北市都發區才讓呢 金華城有了土地開發許可 而那土地開發許可 根據市議員尤淑惠說呢 那個時候是連容積率 都還沒有排版定案 結果呢 就有點先上車後補票 直接就發了那個 樓梯板面積都給他核定了 這樣 那所以因此 這會不會就是類似 之前朱雅虎的 那七個人 類似一個案情一樣 透過這祖孫三人 然後當作人頭 然後把這個款項交給民眾黨 還是說只是單純的 他們那一天剛好心血來潮 哇我們都認識柯文哲那麼久了 終於現在想到要支持他 突然間就捐了這三十萬 我覺得這個檢調 應該要去理清楚背後的關係 這其實因為舉止他們家 算是蠻優渥的一個家庭嘛 所以他這樣子捐 民眾黨目前好像沒有 針對這個多做說明 那北檢是說空穴來風的一個說法 那想問說 如果說他們民眾黨對自己黨員 在捐款這件事情 不多做說明的話 你認為是不是他們也覺得可能有錯 對 因為對民眾黨來講 他們現在多說多錯嘛 那他們最好的方法就是說 太多質疑了 那有些就當作沒看到 或心血來潮 就隨便挑兩條出來罵這樣 那這件事情是不是犯罪 還是要回聊 算是否對價關係啦 因為如果說沒有任何證據證明 他們是人頭的話 那就只是有這樣的一個嫌疑而已 所以最後關鍵點 可能還是在於是說 居治本人 以及像是進華城 相關的衛星集團 他們人是要出來去坦承 他們的一些犯罪事實跟手法 我們才能去回溯到說 這到底是不是 他們代收的一些賄賂的款項 那我就簡單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件事情的始末 大概是在9月底10月初的時候 然後韓院長這邊有主動聯繫 我們的總召就是黃國昌委員 那有事情要找他商量 那總召去了之後呢 韓院長就表達說 因為10月5號就是國慶的晚會 然後10號又是國慶的大典 那他身為這一次的這個籌備的 這個召集人 所以呢他也釋出了一個 非常溫暖的善意 首先他希望在10月5號的時候 然後能夠邀請到這個佩琪醫師 這個柯文哲夫人佩琪醫師 能夠來一起參與這個10月5號的國慶晚會 那另外一個的釋放出來的一個訊息 他們同步也有告訴我們黨團這邊 就是說 雖然國慶大典10月10號 柯文哲主席沒有辦法參與 可是呢他們也保留了一個座位 希望能夠這個把這個邀請函給主席 雖然說他現在是沒有辦法參加的 那我們接到這樣的訊息之後 當然也非常感謝這個韓院長 非常貼心也很溫暖 有想到這一層這個層面 那韓院長甚至有釋出一個訊息說 如果這個佩琪醫師 10月5號的國慶晚會 他願意來參加的話 他其實有保留了8個座位 也就是說佩琪醫師呢 不只是自己可以前來 或許他的家人也可以一併前來這樣子 那他說如果這個陳醫師 他是有意願來參與的話 那韓院長呢也不排除自己送邀請函過去 所以不過相關的這個部分 我就有去詢問了一下佩琪醫師這邊 那當然大家知道 我們那時候也想到了嘛 10月5號的這個日子 就是剛好柯文哲主席被羈押 期滿一個月的時間 所以我們也去想了一下說 雖然這個在10月5號在大巨蛋舉辦這個國慶晚會 對柯文哲來說有一個滿重要的意義 因為這個是在他任內 非常的認真把消防安檢做好 那最後可以完工啟用 也讓今年的國慶大典 可以在這邊順便的舉行 雖然說是滿有意義的 那但是我們也考量到夫人 他的心理的狀況 恐怕是不太適合參與這樣子 比較歡樂的這樣子的活動 那實際去詢問了夫人之後呢 他也表示說他現在的心情 恐怕是不太適合參加 可能也怕掃了大家的信 不過他也非常感謝韓院長的這個溫暖 這樣有特別來跟我們說 也感謝韓院長的邀請 這樣 所以呢 10月5號的部分就到這邊 那也很高興這個國慶的晚會 也很順利的完成 那接下來就是明天要這個國慶大典了 所以這個韓院長這邊呢 在上個週五的時候 也有通知黃國璋總召 他們辦公室這邊說 這個邀請還已經準備好了 那看是要用這個寄送的方式 或者是我們可以過去拿 所以現在就在我們這邊 那就這邊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說明一下這個來龍去脈 有相關的這個東西我要詢問沒有 大概這樣應該要講清楚 那特別說明一下 我怕大家會搞混 就是佩奇醫師主要被邀請的是 10月5號那一場 那這個是主席的 那我再補充說明一下 就是說因為明天就是國慶大典了嘛 因為這個是國家重要的日子 所以我們八位立法委員 都會全體一致出席 那麼同時在這個服裝上頭 因為我們希望能夠為中華民國祝賀 那同時也會表達我們 對於跟主席的一些 有一些小巧思的設計 那明天就會跟大家一併來說明這樣